什么 蛋仔派对中竟然隐藏着一个非常恐怖的没有水的喷泉 小伙伴们注意看 蛋仔派对中间有一个蓝色的喷泉 他一天24小时都在喷水啊 他是蛋仔岛的标志 我们的蛋子可以在这里面洗澡 也可以在这里面摸鱼 并且中间的水柱更是可以让很多蛋仔在上面玩耍 有小伙伴告诉我说 蛋仔派对只有这一个 蓝色的喷泉 伙伴们 其实蛋仔岛中还隐藏着一个非常恐怖的没有水的喷泉 小伙伴们注意看 蛋仔岛喷泉的水非常的多 一百个蛋子在这里面玩水 都不会让喷泉的水消失 伙伴们 我驾驶着黄金小赛车 想堵住喷泉 都堵不住呀 喷泉会把我的赛车给我喷起来 甚至喷得来个360度转圈 小伙伴们 有人说 蛋仔派对中的喷泉永远不会干枯 伙伴们 错 错 错 快看呀 伙伴们 这就是那个没有水的恐怖喷泉啊 土地裂出了大口子 里面一滴水也没有 所有的水全部消失 这就是蛋仔派对中的恐怖喷泉 泉水消失了 余什么也没有了 土地出现了大裂缝 我们下车准备 优优独播私下车准备